病妇测血糖的注意事项 时俊副产科副主任医师 咱们整个孕期呢 测血糖呢 主要是有两个关键的地方 一个是早孕 咱们做早孕的筛检的时候呢 一定要测一个空腹的血糖 这个血糖的目的呢 是主要是要筛查你原来怀孕前 有没有糖尿病 现在真的是条件好了 好多人呢 就是很年轻 他就有那个糖耐量的异常 而且有的人呢 特别肥胖 就是咱们早期测空腹血糖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 就是测前呢 10点以后就不要进食了 会影响血糖的标准 还有呢 就是孕妇有个特别重要的检查 就叫OJTT 就叫糖耐量实验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 它的时间是在24到28周 要进行的 如果您没有进行 你三多周来了 你也要进行这个检查 因为血糖的异常呢 它不仅会造成大人 肥胖呀 胰岛素功能受损呀 它关键是会造成小孩的一个 发育的旗形 而且呢 会造成一个肺呀 什么发育不良 而且有巨大胺 心上儿低血糖 一系列的危害 所以这个检查非常重要 咱们注意就是 检查前三天 要正常饮食 就是不要特意限制糖的摄入 或者是大吃大喝 然后还有就是检查前一天晚上呢 咱们十点 以后也不要不吃不喝 而且早上八点之前就要到医院 因为咱们要抽三次血的 专家提示 一 早孕筛减时 要测空腹血糖筛查糖尿病 二 OGTT糖耐量试验 在24至28周进行 三 注意检查前三天正常饮食 不要刻意限制糖的摄入 前一晚十点后进食 早上八点前到医院